无论做任何事都要有循序渐进的精神 循序渐进不仅是做学问的途径 也是做事情的有效办法 更是做大事成功的方式 循序渐进就是要有浅入深 有表吉利 弄清源流逐步深入 比如中国典籍浩如烟海 想深入了解一颗专门知识 如何寻的途径 是至关重要的 这个途径就是循序渐进 只有这样才能寻得知识宝藏 获得知识真谛 在如今社会中 有不少人忘了这个基本道理 常常觉得自己怀才不遇 尤其是很多居于普通岗位的人 更是牢骚满腹 认为自己一进公司的门 就可以当总经理 不愿踏踏实实地从基层基本的岗位做起 有些人更是好高骛远 不愿做艰苦具体的工作 于是小事做不好 大事做不了 摆正不了自己位置 以上种种情况的出现 就是因为这些人对循序渐进 这么一个简单而朴素的道理缺乏正确的认识 人的一生中路要一步一步走 饭要一口一口吃 一个人有再多想法 也要循序渐进地实现 寻子说 不积魁步 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 世上不存在不需要打地基的空中楼阁 不存在翅膀不硬就能展翅高飞的鸟 做任何事情 循序渐进都是很关键的 尽管有时人会有机遇 有时人靠意识奋发 也能取得成就 但要保持长久 急功近利是不行的 而妄想一蹴而就 就更是不可能的了 人生就像爬台阶 必须一步一个台阶 否则一步两个台阶或三个台阶 就算一时能行 时间长了也会跌跤 踏空 生活中常常碰到 该不该讲老实话的难题 很多人认为自己一片真心 讲了实话 但听的人却不一定喜欢听 而且听了以后还可能不接受 所以常常有人讲半真半假的话 甚至讲空话 大话 假话 谎话 其实这种风气是十分有害的 也是影响团结 阻碍人与人交流的一种坏风气 讲实话是一个社会健康的标志 如果人与人之间相互都不讲实话 总讲些空话 大话 甚至假话 谎话 那么许多社会判断就会失真 许多举措行为就会失效 整个社会就会失范 讲话是需要讲究艺术的 表达讲究技巧也是正常的 但不能在内容上不讲实话 在内容上不讲实话 就不是技巧和艺术的问题 而是另外性质的问题了 因此在生活中还是要以 老师不客气地说 这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 其实做人就是做品德 做老实人 办老实事 说老实话 不是说说而已 而应该是每个成熟之人健康的内心道德底线 人的底线 主要是指思想上是否是健康进步的 道德上是否是高尚纯洁的 行为上是否是遵纪守法的 人一定要坚守住这三方面底线 如果突破底线 就会失去自尊操守 沦为低俗堕落的奴仆 沦为讲空话 大话 假话 谎话的虚伪之人 实事求是决定人的思想境界的高低 一个人可以没有高等学历 没有贵人相助 但不能没有坚定的信念 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 人就会平庸甚至失败 因为人生成功的法则 就是拥有坚定的信念 实干的精神 心中有坚定的信念 能冷静地面对挫折与困难 有足够勇气和动力克服阻碍 在逆境中奋起 从失败中走向成功 世界上任何事业的发展 都要求其从事者有坚定的信念 信念不坚定 不仅目标实现不了 就连在实现目标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往往也是有过难改 有错难究 现实中很多人面对自己的信念 要么对自己网开一面 要么不以为然 很多时候信念就是嘴上说说而已 有人说信念等于主心骨 有主心骨的人目标明确 做事坚定不半途而废 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 也会想方设法克服 直至达成目标 而没有主心骨的人 干什么都是虎头蛇尾 遇难时就抱怨 指责 甚至放弃 如果无人帮忙 便东听一句 西听一言 毫无自己坚定的主见 每个人的人生 都可以绚丽多彩 只要你怀有坚定的信念 信念是一只火把 可以点燃人的潜能 信念是一种力量 即使身处逆境 依然可以让人奋起 信念是一座灯塔 指引人不断向目标前行 坚守自己的信念 勇敢前行 行为是由内心决定的 心有所想必有所行动 不管你多么用心 隐藏自己的心计 你的行为将把你的所想 展示给众人 五浊恶事寒热苦恼 会向熏制 不容一刻居住 五浊恶事被袁洪道居士 一语道尽 但这一切都来源于 人们的内心所想 然后才以或污浊 或怪异的现象 呈现给众人 我也曾点化 在家之人 万事要先想而后动 这样才能寻得 自己的真心计 禅宗二祖会 可出入佛门时 为了表达决心 挥刀断臂 拜达摩为师 一次他对达摩祖师说 请你为我安心 达摩祖师当即说 简单把你的心给我 惠客无奈地说 弟子无法找到他 达摩微笑着说 那就对了 如你能找到他 那就不是你的心了 我已经帮你安好心了 你看到了吗 惠客恍然大悟 几十年后 惠客忠于大悟 成了中国禅宗的第二祖 一天僧灿 前去拜夜惠客问他说 请师父帮弟子 忏悔罪过 二祖惠客眼前 突然出现了当年 达摩启发自己的情景 于是微笑着对僧灿说 简单你把罪过拿来 僧灿说道 我找不到罪过 惠客便点话他说 现在我已经为你忏悔了 你看到了吗 僧灿恍然大悟 又过了许多年 一个小和尚向僧灿求教 当时的僧灿 已经是禅宗的三祖了 小和尚问三祖 如何才能解除束缚 僧灿像惠客一样 想到了当年 自己被开悟的情景 于是当即反问 谁在束缚你呢 小和尚说 没有谁在束缚我 僧灿微微一笑说道 那你何必再求解脱呢 小和尚豁然领悟 他就是后来中国禅宗的 第四祖道信 如果一个人只知道 罪心于功力 便会被名将力所付诸 如果一个人 斤斤计较别人的褒贬毁誉 必会患得患失 贪欲争名夺利 哪一个不是伴随着烦恼 焦虑 嫉妒和猜疑 遇到问题 重要的是自我解脱 而不是求人解脱 世间一切皆为空欢 没有一样东西 真正属于你 唯一属于你的 就是活着的每一个瞬间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都是过客 从出生到离去 我们只能带走一颗 平凡的心和沧海一宿的回忆 因此不要执着于物质的拥有 与失去 那些虚妄的荣华富贵 终究都是一场空欢喜 而真正属于我们的 是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 活在当下品味人生的点滴 才能真正体会 生命的美好每一天 每一刻都是我们生命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此时此刻 感悟每一个瞬间的真实与美好 生活才会变得充实而有意义 不要为了未来的虚幻而忧虑 也不要为了过去的烦恼而埋怨 唯有珍惜现在 我们才能活出真正的自我 人生如一场华美的舞台 我们演绎着自己的角色 在这漫长的戏剧中 有人扮演主角 有人担当配角 有人掌控着幕后 终究我们都会迎来大幕的落下 结束这场表演 在此之前 我们能做的 就是竭尽全力活出每一个瞬间 将人生演绎的精彩分成 珍惜生命的每一个瞬间 意味着懂得感恩 感恩生命赐予我们的一切 感恩遇到的每一个人 感恩生活的点滴滋润 生命的路途上 或许有坎坷与风雨 但正是这些精力 磨练了我们的意志 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 每一个瞬间都值得感激 因为它们是我们成长的见证 活在当下 让生命充满无限可能 不要被过去的遗憾所困扰 也不要为未来的未知而忧虑 只有把握当下 把每一个瞬间都过得充实而有意义 才能让生命焕发出绚丽的色彩 活着就是一种奇妙的体验 珍惜每一个瞬间 我们才能活出精彩的自我 眼只有装瞎才不会流泪 嘴只有装牙才不会惹祸 人只有装傻才能活得轻松 修来的都是福 争来的都是货 生活总是先苦后甜 熬过低谷繁华自现 原来糊涂一生才是赢家 终哪怕是明白的时候 也要装得糊涂点 会避免很多麻烦 也不会活得太累 努力做一个 瞎子聋子 必要时做一下哑巴也可以 做人一半装傻一半装哑 有些事情明白就好 不用去拆穿 犀利糊涂或许可以减少一些矛盾 聪明难 糊涂更难 难得糊涂 人要有装傻的本事才过得轻松 出来不知人间苦 回头已是苦中人 人生就是这样 无论怎么选择都逃不过宿命的安排 都说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可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明白 时间治愈的只是皮外伤 有些路你必须一个人走 这不是孤独 而是你的选择 再难跪着也得走完 人在外床 生气不如争气 翻脸不如翻身 时间在不断地筛选你身边的人合适 不会有人永远陪着你 但是永远会有人陪着 生活可以粗糙 岁月也可以不温柔 人心可以凉薄 但是我们自己不可以不爱自己 人生最艰难的路是心路 最难放下的事是心事 最难控制的情是心情 最难言语的痛是心痛 原来真正治愈我们的从来不是时间 而是明白 人的一生 这两件事情我们要尽量少做 一件是用自己的嘴巴去干扰他人的人生 一件是靠别人的脑子来思考自己的人生 生活各自不易 个人所求不同 勿在别人心中修行自己 勿在自己心中抢求别人 人与人之间 不该管的事尽量别管 不该生的气尽量别生 有时候知道的越多 未必是件好事 要知道发现了真相疼的事心 穿了谎言冷的事情 生活的哭没有必要到处说 可能你得到的不是安慰 而是一些到处到是非的人 毕竟听故事的人多 看笑话的人更多 懂故事的人少 用装去维持的关系 苦的只是自己 懂得装的人不是闷在心里 是淡在事里 当你什么都不在乎了 根本不用装 是真的不屑理睬 人生路漫漫 困难和挫折会来 但也会过去 眼泪会流出来 当然也会收回去 愿你每个努力拼搏的日子 都能被温柔对待 众生平等 每一个微小的生命 都值得我们用心关爱 做到对每一个生命 和每一种生灵的关爱和尊重 自然也会得到他人的尊重和敬仰 不要将生命分贵贱 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值得被关爱 每一种生灵的生命 都值得被尊重 我们要以这样的平等之心 去认同生命 关爱生命 生活中有许多形形色色的人 有的家世显赫 有的家庭贫寒 有的锦衣玉食 有的粗步历史 有工作在高层的管理者 也有工作在底层的小职员 虽然家庭背景 生活水平 职位高低的不同 造成了人们的不同 但是生命是不分贵贱的 无论我们担任什么职务 从事何种工作 取得何种成就 都是社会的分工 都不应该以此去歧视别人 谁不是沧海一宿呢 我们都是平凡人 但是能够正视自己 这种平凡的人 又有几个呢 只有正视自己的人 才会虚怀若骨 谦虚谨慎 也只有这样的人 才会认为每种生命 都有被关爱 被尊重的权利 不要因为身份地位的不同 而不去尊重它 生命是短暂的 人们都要敬畏生命 认同活在世界上的一切生物 不管人还是动物 都有被尊重的权利 人与人或是与动物之间 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一视同人 才使得生命变得昂贵 曹西驻坊军第十六团团长 林国庚 来开元寺 看望我的时候 他带来了一只狐狸 其毛色银白光滑 嘴突出 尾巴细长蓬松 十分惹人喜爱 团长告诉了我 这只狐狸奇特的来历后 我便收下了这只白狐 并为他说三规五戒法 然后把他放归后山树林中 但每当白狐饥饿时 就会回到寺中找食物 僧人就给他喂食物 奇怪的是 自从给他说过三规五戒后 他就不再吃肉了 而是喜欢吃水果 有时当寺院的工匠 用肉掺杂果类食物给他吃 他掘出后随即吐出来 还用前找反复擦几遍 耳后怒视工匠良久 当我在坐禅时 白狐就趴在禅床上 见我坐禅时间过长 他就不时地摞我的衣服嬉戏 示意我休息 我睁开眼看看他 让他不要胡闹撒野 他就安静地趴了下来 不再胡闹了 最后这只有灵性的白狐 因受伤结束了生命 厚葬了他 世间万事皆有因果报应 所以要戒杀放生 善待众生 做到对每一个生命 和每一种生灵的关爱和尊重 自然也会得到他人的尊重 和敬仰 有精力才有成长 才会对生活和生命价值 有更深的认识 对于过往的一切经历 请心怀感激 磨难是对人的打磨 能让人成长成熟 从而带来变化和发展 要看到磨难之后的收获 并以感激的心态看待磨难 一年四季 有风和日历 有阴雨绵绵 有夏日炎炎 也有寒风刺骨 人生之事 十之八九不如意 逃避不是办法 迎难而上 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其实人活着就是遇到各种问题 解决各种问题的过程 这过程也体现出生命的意义 人生旅途中有顺境也有逆境 在走向成功的路上 每一次折磨都会让你成长 要想成功 就必须懂得如何将生活的磨难 转化成自己坚韧奋发的动力 闻王居而演周易 众尼厄而坐春秋 左丘失明 绝有国语 孙子变脚 兵法修裂 不为千熟 侍传旅揽 古今达人 哪一位不是饱经磨难 至于奸 忠诚正果名垂千古 他们让短暂的生命 绽放了无限的光彩 知君剑合独王翔 大隐城黄乐未央 飞逝三观俱透过